面对H7-9禽流感疫情来势汹汹 台湾的养鸡业者是不敢大意 不管是在水质以及饲料都是严格的把关 还特别设立网子将麻雀和饲料隔开 现在整个养鸡场也是不开放外人来参观 而且每隔一天就会进行消毒工作 对于防疫工作是丝毫不敢松懈 全天上百只鸡都关在同一个养鸡场里面 一旦爆发疫情损失将以上百万来计算 面对大陆情络感疫情越来越严重 台湾的养鸡业者也变得很紧张 用全程网子将麻雀与饲料隔开 现在整个机场都不开放外人参观 而且不断做消毒的动作 每次勤鸡感新闻一出 鸡肉价格就不断往下跌 民众文姬色变 禁止活在家庭类的政策 6月17号才要上入 但是民众的买气已经下降三成多 鸡肉们勤家防疫 唯恐一个不小心机场受感染 到了9月还有候鸟往南轻移 西南部养殖场的防疫工作将受到严格考验 新唐人亚太电视 廖立芬台湾印尼报道 新唐人亚太电视